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喂 小梁 你给我五分钟给我打个电话 就说公司有急事 让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对 你怎么弄我笨呀 你随便给我编个理由不就行了吗 就这么定了 五分钟之后啊 你经常来这儿吗 还行 这儿来第三次 不过这儿都不错 你怎么又来了呀 赶紧走不让我报警了 别这样 哥们儿 我挺想摸你母亲的 想跟她交个朋友 我家这位你高攀不起 赶紧走 东阳 你干什么 妈 现在是你监护人 你别说话了 听不懂人话是吧 赶紧走 别找咱惹似的 拜拜 这儿太热了 我回房间了 那我陪你 不用了 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那不行 妈 我必须得陪着你 万一我一不流水 你给人家拐走了 我还活不活呀 喂 小梁 怎么了 这么着急啊 那行吧 我知道了 我马上赶回来 好吧 妈 公司有急事 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你就忍心把我一个人 忍在这儿啊 等我忙完就过来找你 这回去 不就顺了林飞的意义了吗 要不你让我林飞来陪我吧 这样你也放心啊 这 行 那我让林飞过来陪你 好啊 林飞 林飞 小姑奶 你醒醒啊 快醒醒 童谣来电话你怎么不接呀 妈跟你说啊 童谣来电话了 让你赶紧收拾一下 飞过去跟他会合 不去 我说你这孩子 疯了 他让我去我也去 我这小狗啊 叫一声我就跑过去了 怪你 这有时候千万别赌气了 我给他回个电话 快点回一个 不回 回不回 回就回那么熏吧嘛 我去 你不许回来啊 你不许回来啊 阿坚是谁 你管得着吗 我不告诉你 我去了你收拾我 还指不定谁收拾谁呢 还说 你收拾谁 我给你收拾一下 给你收拾一下 我给你收拾一下 付出 去 你来 你看到我那个文件没有 在你这儿呢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 我在公司加班呢 最近你们单位加班有点多 这不年顶了吗 事情特别多 赶紧吃饭啊 我出去了啊 来不及了 咱不给他们打个电话呀 打什么电话呀 人家都上班呢 你打回去电话 人又不能回来 不干着急吗 你说现在年轻人 都忙成什么样了 这多长时间了 想约一起 吃炖饭都吃不成 还得偷偷到他们家守着 守着就守着呗 反正他晚上总得回来吧 要我说啊 什么时间回来 咱们什么时间开饭 不挺好的吗 其实你就是闲得慌 林飞家人都出去了 这满小区的人 没一个认识的 想跟人打声招呼都没人理 还得到儿子家去找感觉 不理就不理 我还不稀罕理他们呢 你看那星球住的那个小区 别看都是一些有钱的人 要我说你看那一个个的啊 肚子里没什么祸 没什么了不起 行行行 你肚子里有祸 你了不起 那当然了 进来吧 看看 就这儿啊 什么味儿啊 那么大 上个租库刚走 当然有点味儿 你看下窗户不就好了吗 真心不怎么样啊 不过也行吧 算我跟你儿子有个落脚的地儿 那你就赶紧回去收拾收拾 早点跟丁丁搬过来住 你真让我们住这个地儿啊 没有别的房子可选了 要饭吃就别嫌馊 一分钱都不让你活还嫌东嫌西的 你以为这儿房子便宜啊 这可是学区房 到时候丁丁上学方便 抠门就是抠门 要真想花钱 什么样的房子找不着啊 闭嘴班女 你要是嫌我找的房子不好 你自己花钱请终建筹 找到合适的房子 我来套钱行不行啊 我烙一省心 苦工 癞蛤蟆打哈欠 你口气还不小哈 本来就是 我有给你找房子的钱功夫 我还不如回去更新几篇网文呢 我什么都有 许王 看来你在这个网络文学界 混得是不错的 那我打听打听 你这一篇网文 到底能挣多少钱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挣不了多少钱 立心强点吧 看吧你紧张的 我就是随便问问 不关你的事 问什么问啊 这儿的房租 我已经跟你叫了半年了 你踏实住着吧 我告诉你啊 我帮你也只能帮到这个地步 我告诉你 你不是帮我 儿子可是你的 别老大儿子说事 行了 我走了 你不得请我吃饭啊 这得到晚饭点了 我哪有时间请你吃饭啊 我还得赶紧回去更新网文呢 计数完网友眼巴巴等着看我 你自己随便吃点吧 我走了 我告诉你啊 搬家的时候你可得来 你得帮我搬家 这都年底了 我忙着呢 我哪有时间啊 到时候再说吧 万一我要是来不了呢 你就请个搬家公司 我微信转账给你 不让你花钱 吴小郎 吴小郎 吴小郎不就是武功吗 我去 这么高的点击量 看来这小子还是挺有才的 当初真没看错他 来 好了 做这么多菜啊 能吃了吗 你没看那冰箱里都空着呢嘛 那吃不了放冰箱里 这俩呀 一看就没在家做饭 忙呗 忙点好 有事业有干劲 再忙 再忙也抵顾家呀 尤其是女人 那你说结婚干嘛 这林飞走了 武功两口子 不在你眼前晃了 你倒是闲着怨气来了 是吧 一会江丽回来 你可别拿这些说事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说他们什么呀 我还不是为他们两口子好 你快去看看 这时间到了吧 给他们打个电话 不用打 别让人着急 等会呗 武功 我先走了 好嘞 拜拜 拜拜 今天太阳打西便出来了 熬到这个时候都不早退 你没看韩一家得溜了 我偶尔也是很勤奋的嘛 顺便帮我朋友在网上抢两张票 没看出你是这么热心肠的人 人家一年就回这么一次家 能帮就帮呗 你还别说这一点 我就特别羡慕你们上海人 想见爸妈吧 随时都能见了 哪像我们呀 想见爸妈还得等三百六十天呢 那怎么办呀 那你就努力让自己的下一代 变成上海人喽 对了 武前辈 你今年过年回哪边 回自己老家 还是江丽街那边 回成都 复唱复随 好贤晖呀 那是自然了 你怎么又来了你 这都下班了 俩人还缠一块 够缠绵的呀 闭嘴吧你 小青姐姐 我觉得你这个馋子 用得真的不对 我跟武前辈 我们俩是同事啊 我们俩天天在一起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倒是你 你作为这个前妻 还是每天没事呢 来找武前辈 那才叫馋吧 我这跳下抢完了 我也该下班了 拜拜 武前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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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怎么回事啊 人长得还挺好看 嘴那么毒 因为自己家有两个臭钱 就了不起了 是你信任人家的好不好 说吧 什么事 换房子 我不是刚给你换了房子吗 是啊 我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是挺不错的 但是你知道吗 那卫生间 我又就漏水 怪不得 这是一股臭味救的 傻啊 还有啊 楼下住着一个流氓 一直盯着我看 哇塞 没把我吓死 那流氓是瞎了吧 就你这样还盯着你看 那我不知道 但是这是一个看脸的事啊 行 别偏了 我告诉你啊 都快过年了 我找不到房子 那我不管 给你一周时间啊 要不然我就把丁丁送你下去 拜拜嘞 前辈 去 你要注意一下高度 两边要挂对称 你们一会儿走秀的时候 关心一点儿台阶啊 喂 喂 KQ 你吃饭了吗 我加班呢 我晚上回不去了 你也加班啊 那你晚上睡哪儿啊 什么睡觉的地儿 根本就没有时间睡觉 今天大家装台 肯定熬通宵了 行了 你别管我了 啊 再见 姐 我实在扛不住了 能不能放我两个小时回家 让我最少洗个澡啊 你自己看看大家 行行行 我没要求 但最起码让姐夫过来探个班 带点宵夜呗 你姐夫没空 也在忙着加班呢 姐夫怎么能这样啊 看你在这儿累死累活的拼命 姐夫最起码应该排出阿南 过来关心关心你啊 最起码带点烤串啊 鸭舌呀 鸭脖呀 鸡腿呀 鸡腿呀 啤酒呀啥的呗 来 今天大家辛苦了 给你们点点烟烧 吃完了继续奋战啊 来来来 切成了 快来分 来来来来 快来来来 来来 是我吃了食饭 你怎么回家 快来来来 那边桌子反正安 对我给你 走 走 快来来来 莉莉 来 我不用 我不饿 我特意给你点单番 你拿着吧 你拿去给同事们吃吧 你在我的国家 富人美丽等于美菜伤害 给你拿着吧 少在这儿瞎编你们国家的习惯 全美国人民都跟着你躺枪 你有心事 自作聪明可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习惯 我可学过微表情学 我知道你有心事 你是不是跟老公吵架了 莉莉 你有心事 你可以跟我讲 完全可以教一下心 工作后你只能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吗 真的 你有这个动嘴的功夫 拜托你去那边动动手 要不我们打个电话 我不打 哪里 也许他们知道咱们今天来呢 故意躲着他 你说人家要躲着你 能把你接到上海来吗 直接把你扔回河南老家 就更省事了 要不咱们走吧 一会儿晚了没车了 要不咱们 一会儿晚了 尹尔 尹尔 尹尹尔 尹尔 尹尔 等他们回来打开冰箱一看 还以为是田螺姑娘来了呢 不是 这时候你还有心心开玩笑 我先歇会儿 你别呀 你先别着急坐着 你先洗洗澡 我去给你放水去 今天就不洗了 太累了 不成 你那脚一天不洗就有味 那万一黄婉英回来又找茬呢 我不洗澡她能闻出味来 她是属狗的 你说住这么大房子有什么用呀 见眼儿女 比见郭家领导人都难 你别睡着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李李李 李李 你别 khас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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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 多吃点 东洋 来来来 放爸爸这儿来 来呀 来呀 你到那边去 快快快快 脱衣服呀 我们在这边泡啊 好啊 妈 您帮我们拍张照吧 谢谢妈 快 好啊 给你们照 好嘞 来 好 笑啊 笑啊 再来一张 好了 谢谢妈 谢谢妈 好 好 好 来 宝贝 来 宝贝 小梁啊 你不是说这两天要让邱总跟投资公司的人见面吗 怎么 又不见了 我说你们几个人在这儿逗我玩呢是吧 好了好了 你别解释了 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你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这片地板全毁了 没法修得换 得换 那 那得多少钱呀 得六万左右 六万 坏的面积不是很大 要是整个房间都换的话 什么都打不住的 说说阿姨 阿姨 这地板跪得很呐 哎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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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妈 你们俩都可真行啊 自己跑回来了 把我一个人扔在外面 妈 那我不是累了吗 回来休息一下 你们俩干嘛呀 大白天的 还拉着窗帘黑乎乎的 妈呀 我要回去 咱都定好行程了呀 马上要春节了 我要给你爸爸扫墓 喂 妈 怎么了 什么 地板 打抹 太扫兴了 你说我妈非要闹着走 你才来几天呀 你先别管别的 有个事你得帮我 不然我就死定了 什么事啊 爸在你们家泡澡 结果把你们家地板泡坏了 这叫什么事啊 一会儿我跟晓亮打个电话 让他找人修不就行了嘛 工人说修好你六万块钱呢 那就走公司账上呗 这样能行吗 虽然现在你是老总 可是这公司 还是在你妈妈的掌控之中 万一要是被他知道了 不会被他知道的 不就六万块钱吗 一会儿我就跟晓亮打电话 你放心吧 那你可得抓紧啊 赶在咱们回去之前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啊 东阳 你说我们家人老是这样 会不会有一天你就嫌弃我了 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太没良心了吧 丧心病狂啊你 东阳 我知道你对我好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能死心塌地 照顾你一辈子啦 那 我就不客气啦 东阳 我饿啦 你赶快带我去吃饭 快点儿走了 我知道 现在的网友嘛 你写得越刺激他就越爱看 我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 加一些暴力色情的东西啊 但是你们觉得这么做合适吗 是不是太低了呀 不不不不不 你什么意思 就是说 只要我的无限折腾进了前五十的话 我就可以成为你们网站的签约大神 年薪三十万 行行行 那我考虑考虑啊 行 我想想啊 好好好 五公 你过来干吗 什么事啊 房子 找着了吗 不好意思啊 我最近不年挺 妈事实没多 我就把这事我忘了 五公你心怎么那么狠呢 都快过年了 你打算让你儿子在那破房子里过年呀 我看你哪是忘了呀 你是分明心里就没有我们俩 要是心里有自会念念不忘 就你这文化还能说出这种话来呢 那不是你那个特火的小说 《无限折腾》里边的经典对白嘛 你别说 这小说写得真挺好的 就这几天你更新的那几篇小说当中 你让那个人尽可福 烟尸魅心的妖女秦晓月 在走投无路之际 趁男主人公舞曲和女主人公离家 受父母之命 咱们把四川属地之事 潜入他们的洞府修炼 太有想象力了 废话 我是谁啊 我的才华还让你来肯定 有什么了 我有办法了 你不是要回老家过年吗 我去你家攒住几天呀 你是不是风暗 你那个书里不是写了吗 你说那个什么 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是小说 跟真实生活能一样吗 信武的 你心也太狠了 你们一家 在老家欢声笑语一家团聚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 他从小就没享受过亲情也就算了 你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不给他吗 不是 去我家真不容易 那我不管 你赶紧给我想办法 你要想不着办法 我就在你走的那天过来拿钥匙 于晓卿 于晓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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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了叔叔阿姨 那个虽然是有点色差 但是毕竟是一块新的一块旧的拼起来的嘛 用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谢谢了啊 谢谢谢谢 那个叔叔阿姨 这件事儿就千万别让黄总知道了 好 那个账虽然说可以从这个公司走 但是这事儿要是被黄总知道了 我的饭碗也就丢了 邱总那边也不好交代不是 所以说二老千万得给我保密 保密啊 一定 知道知道 那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好 别再喝点水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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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他坏人陪不起 我说啊 要不咱们干脆回河南吧 回什么回啊 那个回间房还没盖好呢 那租的房子又那么破 这简单装修一下不就完了呢嘛 干嘛那么讲究啊 这里再好毕竟不是咱们家 再说了眼看就要过年了 回去看看老街坊老同事 这把岁数了 看一眼少爷 这大过年的 怎么这么多人来上海语语啊 这两天 让爸妈过来吃个饭呗 那天的事儿怪不好应的 你死了吗 好好好 也是 谁让那么巧呢真是 春节怎么过呀 还怎么过 当然回成都过 那不陪你爸妈了 那我爸妈在上海 想见随时都能见 你爸妈我到时很久都没见了 多想他们的 女婿不错啊 那当然 喂 爸 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回老家 这个女前辈啊 果然是只听你的啊 你知道我跟他说了多少次吗 叫他来他都不来 他不是看我最近一段时间有长绩吗 最羡慕 咱们来前一段时间也确实是挺忙的 马上不是春天放假了吗 咱们三个人一起去过旅游吧 喂 不是我说你啊 你看你这钱其实 其实来得也不容易 而且你虽然现在年轻 人最有老的那一天 你也得替自己咱们点吧 况且 过春学的时候 我俩都得回老家呢 对啊 他跟我说了 你们要一起回成都吗 不 成都我一个人回 为什么 他爸妈不是回老家去了吗 我想让他回去回公屋 你对他也太好了 真是中国好儿戏 中国好老公 这算什么呀 婚姻不就是相互迁就吗 做这点让步不算什么的 你悠着点 放心吧 说了陪你回成都的硬是不让 别磨叽了 今年林飞不回去 你再不回去 爸妈岂不是很孤单 那我不送你去机场没事吧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 拜拜 到底给我帮我平安啊 嗯 喂 月亚青 我们都走了 你可以上去啊 冰箱里的东西可以随便吃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别碰江里的东西啊 太有洁癖 你 好了好了 来 来 进去吧 好啊 那儿还够温馨呢呀 好了 好啊 这是爸爸的家吗 对啊 漂亮吗 漂亮 爸爸的家就是我的家 对吗 喜欢这儿吗 喜欢 如果能永远住在这儿就好了 来 吃个苹果 爸爸家随便吃啊 我还是那么大一层房啊 这也太奢侈了 主卧室还那么大 你还跟我说没钱 那么大 这颜色也太土了吧 这品位 露爆了 爸 妈 我可想你们了 今年你们做什么好吃的了吗 妈 有没有烙饼啊 我特别想吃妈烙的那个饼 要不让武功回上海的时候 给我带点呗 这皮静的 这皮静的 这是咱闺女懂事吗 她知道不回去过年 她跟你婆婆会不高兴 拍拍那马匹怎么了 聪明 那女婿不回来我还不高兴呢 在婆婆家过年 这可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啊 你这儿做可不对啊 怎么不对了 女儿就不是人 你看 你看 我这儿一直在劝你 就怕你不高兴 咱的女儿咱宝贝 可是放不上跟亲家较劲 身体上干 这儿 多烙点 吃完可不许正好 跟你爸说 等等啊 夏礼啊 能回来还是回来吧 我们那无所谓啊 关键这个正月里边要走亲戚 你不在的话 人家会 会 会觉得出问题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爸爸身体挺好的吧 好好好 新年快乐 不过啊 亲情热性 终于遇到我了 喂 李莉 怎么样 我挺好的啊 您呢 来不来 咱爸咱爸呢 你把他叫过来 我跟他说两句话 爸 新年好啊 新年好 哈哈哈 嗯 我挺好的 还好几个月没见 您可想您了 嗯 我现在啊 就特想跟您下起盘棋 看看你的棋有没有长进 嘿嘿嘿 对对对对对 哎 我妈呢我妈呢 我跟我妈说两句 哦 厨房呢 啊 先生先生 没事没事没事 那就不用了啊 嗯 好 我们都挺好的 好 那你带我向我妈问好啊 嗯 嗯 那就这样了啊 哎 新年快乐 哎 拜拜 拜拜 哎 拜拜 拜拜 妈妈没见你的话 在厨房炒菜呢 她不是忙 是赌气 嫌你这个倒叉门女婿啊 没有跟她那个闺女 一块儿回城堡 哎 妈妈妈 大过年的啊 注意安定团结 妈 武功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 她是博物院总理啊 打电话我就接 人家好心给你拜年 你几个意思啊 我女婿打电话给我拜年 真给面 我也太不识抬举了 你不聊我吗 哎 你看 非得手话怎么冲啊 他问一下 你喜欢怎样的男生 你来上次看 哎 我回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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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温柔 然后在一起感到很快乐的男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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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弄把他回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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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喂 妈 盯盯呢 你把她叫过来 我跟她说句话 盯盯睡觉了 睡了 这大过年的 你都给她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你别那么懒 行不行啊你 你没事 多给她做几个菜 炖点汤 补充补充营养 别总是吃快餐 你有事没事就拿这块赌我 你有意思吗 那盯盯是我儿子 不是你儿子 你照顾照顾她走啊 行行行 大过年都不想跟你争了 我最后提醒你一句啊 家里别跟我弄乱了 喂 喂 别把你胡子弄乱了 有个破坊 怎么搞不起来呢 了不起 你就弄了 别管是你现在过来聊聊 不知道带我儿子是谁啊 你别把你胡子弄了 你把你胡子弄疼了 好 就好 你再去把你胡子弄一下 你胡子弄 α 词曲 李宗盛 还以为朋友们都不知道 爱情的味道 谁会不明了 只不过对你开一个玩笑 怎么能让你脸红油心跳 笨得像头 无可救药 傻傻的刚好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怎么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就别让我知道 你给我的诺言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